《龙珠超》,最强破坏神将是来袭,被吉他完全超越悟空之战。 《龙珠超》75话已经更新,我们知道,《龙珠超》从宇宙比武大赛就开始被众多网友吐槽,称其力量体系混乱。 不可否认,《龙珠超》随着剧情的发展,人物实力一直伴随剧情变化,然而这并不影响《龙珠超》的热血。 在上一话中我们知道,格兰诺拉利用二龙珠序愿,成为宇宙第一强者。 我们暂且不讨论曾经神龙序愿无法超越制造者的设定,在这里是二龙珠,并非我们常识中的七龙珠,二龙珠比七龙珠更加强大,这很合理吧? 格兰诺拉成为宇宙第一后,与前来调查的悟空和北极塔交战。 在与格兰诺拉的交战中,悟空连续遭遇重创,还没见到人就已经吃了鲜豆,如今也是被格兰诺拉一击打到晕厥,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。 而被吉塔,则是用出破坏之神力,大显神威。 被吉塔的力量是破坏性,且拥有塞亚人御战御用,在战斗中变强的特性。 在神龙吉与格兰诺拉宇宙第一力量时说过,除了个别神灵,其就是第一。 这里说的自然是破坏神比鲁斯与天使维斯,而第七宇宙的顶端站立,如今自然就是孙悟空与被吉塔。 其实格兰诺拉的爷爷就已经告诫过他,所谓宇宙第一,只是一瞬间的,不可能有真正的第一。 所以说在刚来战时,格兰诺拉的实力是超过悟空与被吉塔的,但是这个第一可能就是刚刚压过。 而悟空与被吉塔只是变强一点,形势就发生逆转。 所以只能说格兰诺拉的运气不好,第一战就遇到宇宙第一的参考值。 与格兰诺拉的一战,悟空与被吉塔的表现一目了然。 悟空跟随天使维斯修行自在及义工,而被吉塔则是跟随破坏神比鲁斯学习破坏之力。 被吉塔是公认的万年老二,但是在此战中,表现只能说完胜悟空。 而且被吉塔也指出了悟空的问题所在,那就是太过依赖自在即义的躲避,从而总是终招。 我们相信悟空在意识到这一点后,被吉塔会继续成为悲剧态吧。 但是起码在现在,是属于王子的高光时刻。 相信很多人都是在龙珠超让被吉塔圈粉的吧。 那个有责任有担当爱老婆顾佳同时又有高傲的自尊心的赛亚人王子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